哈喽,大家好,今天又星期五了,现在德国时间是下午1点,国内是8点了 我今天看起来很憔悴,没睡好觉,经常睡好觉,心里是太多了 总是不停的国内出现不同的情况 又被抓一百多人,又有人被迫害致死 今天我们讲日本的政治制度,为什么讲日本的呢 德国的,我也一直没讲,放在后面讲吧,因为德国的我会详细介绍 法国的,意大利的这些都会介绍 美国的已经讲了,因为美国是比较有标志性的制度 它的三权分裂这方面都很彻底,比德国的彻底 德国的优势就是它的这个细则,它毕竟是老牌国家了 长期发展,包括从这个古希纳,古诺摩,继承下来的法律 所以它这个社会各个方面都,规章制度都已经很,就是很发达了 不能说非常完善吧,不能说所有人都照顾了,但是已经非常发达了 但是我还是决定先讲这个中国周边的 俄罗斯我们已经讲了,新加坡已经讲了 因为这些,一个是新加坡和日本的,这些是受儒家文化影响 说是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汉民 极权传统,极权文化的传统 所以我们要从他们身上看出我们的毛病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这就更与中国相关了,毕竟中国现在还是这个共产党的统治 就共产党统治在俄罗斯造成的各种弊端 大家也要了解,将来要防范 日本呢,今天我们就开始讲 大家会看到有很多问题 就是我们都能在自己的文化上找到根源,找到影子 首先就是国家的地图 大家都知道,日本就像一条蜈蚣 我们就自己不去介绍那些共产党前来搞些什么转移国内矛盾的事 宣传他们,我们也会看到很多 然后就是他们这些国家就看这些 大家都能看到地图什么东京啊,碧海道啊,包括牛群群岛啊 这个都能看到,大家都很了解 然后就是这个大图,然后就看到这个 这就很清晰了 看到没有这俄国,日本,韩国,然后就中国 这就和我们息息相关 那就国旗了 太阳旗 很简单 怎么样也比这个五星旗要好 五星旗一个大型,周围四个小型代表众多贵在地上的奴隶 它的名称就是什么 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亚潘 李鹏 李鸿 估计日语叫李鸿吧 然后大小它还很小 三七七就是三百三十七万七千九百三十平方公里 三十多万平方公里 也不小,相当于两个湖北省 嗯 首都就是TOKYO TOKYO就是东京 九百万居民 也不算太多跟中国的比起来,还没有武汉多 它是,它不是东京并不是,这个我以前也不知道啊 东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像什么武汉啊,或者是深圳啊,或者是上海啊 它是有很多小城市,连在什么Yokohama,Kawasaki,还有Saitama 加在一起就有三千六百万人 在,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现代化城市 也像叫什么,中国也在学他们,像那个武汉把周边的什么 什么校感啊,黄岗啊,荆州啊,还有什么,邪那种也都弄在一起了 前面表述错误,不是说是东京不是一个城市 东京现在成了一个东京城市圈 然后就是总共,总共日本有十二,一亿二千七百万人 嗯,人口密度是337人每平方公里 也很大,非常大,比中国还大,中国还有两百多 他的信仰有哪些,宗教信仰 一个就是神道教和佛教 还有就是,这是主,占多数的 比中国的比例要大 另外就是基督教,少数群体是基督教 他们的国庆日是12月23日 皇帝的生日,有意思 他们政府组织形式,就是政治制度 就是议会式的民主 然后国家首老 天皇 这个德语翻译,直接翻译就是天上的皇帝 天上的统治者 他好像已经退位了,或者已经死了 不知道,这是2016年的时候,2015年是资料 天皇值有一个象征性的作用 从这个八世纪开始,就是公元八百年开始 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就没有什么大的,怎么回事 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起什么,真正的统治作用 那是幕府战争,封建格局 所以就是,现在的天皇就是这个 阿迪云托是不知道中文办法 运人,不是运人天皇 就是那个,不知道他叫天皇 是第125任的 他们也这个拿大旗做虎皮 政府首领 安佩,从2012年12月26日上任总理 然后外向,就是外交部长 是福米尔克什党 他也是LDP 就是日本的那个民主 自由民主党 Liberal democracy 也是2012年12月26日就任 跟那个安倍他们同一些政府首脑 然后议会 他也有两个议院 一个就是下远480个座位 4年一选 然后就是上远242个座位 6年一选 他们还没有统议 大多数外交统议在一起 他们的政府是由这个 两个议会党团 组成的 一个就是那个自由民主党 还有就是 Kemaito党 不知道这是什么党 从2012年12月26日 就是自由民主党 可能没占到多数席位 他就和另外这个 Kemaito党 组织的联合之争 这个联合执政呢 他在下远占据了三分之二多数票 然后在多数席位 然后在上远占绝对多数 绝对多数一般就是四分之三或以上 就是少数那些反对派就非常少 嗯 然后他们这还有这个 有意思啊 他们的工会 你知道他们只有五万 只有超过五万人 Premier Bethebsky Werkschaft 这个是 他们倒不是职员 不是劳动者的工会 而这个 老板 工厂所有者的工会 或者是企业所有者的工会 他们超过五万的成员 嗯 然后他们那个政府管理的架构 政府管理行政单位 它有47个 其中有三个 这个像职业这样的 一个是东京 一个是欧萨卡 还有Kyoto 不知道中国怎么翻译 嗯 听起来都很熟悉 这就是他的画文 看到不同的区块 不同的颜色 Shikoku Chugoku Kinki Chubu Kantu Tohoku Tohoku 应该是比海盗 还有Hokkaido 这个应该是比海盗吧 他在这个也是那个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成员 像联合国啊 是什么 世卫啊 世贸啊 这些组织 然后这个 毛收入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49亿美元 4.9 Binning out 然后平均每人是38,491美元 不算太多 但比中国高很多 他这个总收入 总国民 毛的国民生产总值 生产总值 在全世界比起来是 他是4.9 美国是16.7 中国是9.5 德国是3.7 就日本是第三了 嗯 然后 日本呢 简单的历史 总共就125人圈皇了 嗯 从这个 过公元前660年开始 然后就 794个海安 Kyoto 794年 公元794年 他们迁都了 从Kyoto迁到这个 东京了 Kyoto是什么 我查一下 听起来很熟悉 Kyoto 京都啊 直接就叫京都 Ky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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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估计是古汉语的 跟古汉语很接近 然后武士崛起 SAMU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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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公元12世纪结尾就是末期 他们建立了一个就是双统治系统 双权力系统 天皇和苏根 嗯 嗯 就是 就是幕府吧 就是封建领主 嗯 然后 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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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年 到1868年 嗯 嗯 就是幕府 江军府 就是江军府 就崛起 然后就天皇就剩下就是一点点象征性的权力了 然后把这个由这个武士就转型成了政府雇员政府官员公务员 有意思 嗯 嗯 1933年就是他们就 日本还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还没注意到 然后经历了这个 经历了这个 抵制 嗯 基督教传播的时期 嗯 然后这也有限制和欧洲的关系 这是不是和中国的明朝 哦 这不是啊 这是清朝明末清初 像是明朝 中国的明朝更早就限制那个 啊 海上贸易了 估计就是为了限制国外的影响 然后他们就呃 这些呢 叫什么 封建制 封建 叫分封制 嗯 然后这个武士啊 呃 这些 建什么 建道啊 嗯 独立的农民呢 手工业者啊 呃 还有这个什么 商人 像中国的小小作坊主 也像明朝那个时期的吧 啊 他们就慢慢就就就就像这个 呃 像资本主义发展 啊 1853年就是美国总统 给他们 呃 日本写信 要求日本开 通商 也跟当年清朝时候中国的遭遇一样 这是 闭关锁国 导致的 导致的 啊 他们1854年也接 递结了不平等条约 和美国 嗯 然后就和英国啊 法国啊 还有俄国 日本和俄国也是老抽敌的 他们也是邻国嘛 递结了不平等条约 递结了不平等条约 叫什么 激迫的 叫什么 改革 或者是 reform 叫什么 中文应该叫什么 就是转型 对 转型的压力 然后1868年至1992年就是他们的改革了 叫是 美基 reistoration 美基不知道中文应该翻了什么 看下 这个历史我们到学过 但是我忘记了 美基 明治啊 明治微信 不好意思 嗯 这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日本经过这个改革以后 他们 但是他们改革也是片面的 不是民主制的改革 他们目的就是 只是为了强大 然后就是军事侵占别过 或者军事抵抗 嗯 因为不平等条约嘛 导致他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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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我们接着来 嗯 所以他们就是像这个清朝制的改革 什么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他们只是为了发展 为巩固的统治而已 所以就也是 不彻底的 导致了军方的力量的崛起 然后就是一一孤行发展了 侵略战争 也包括土地改革呀 就是很多这就不说了 嗯 然后就是1912年到1926年的 台说民主叫什么 德国叫台说Demokraty 我看一下应该算是什么 台说 大政民主 啊 大政是个天皇吗 不知道 就是这样 他们进行的民主制改革 然后就是日本的战争呢 就是1931年的满洲里 跟中国 1937年南京大屠杀 然后1943年 1940年的 呃 九星国 呵呵 Kraimetic Pact OK 就是三强 然后1941年至1942年的 呃 军事掠夺 在南亚 那这大家都知道 嗯 后来 嗯 美国 在南亚 东南亚 向日本开战 日本拒不投降 就美国付出很大的代价 就导致美国 不得不用原子弹 炸到本土 呃 迫使他们在东南亚的国家投降 不然东南亚的小岛 他们每一个小岛 批大一点点岛 即使上面没住人的岛 美军就要付出巨大的伤亡 才能把上面的日本人赶走 赶尽杀绝 他不赶尽杀绝 他们就不投降 所以就是 然后就是1945年以后的日本 1945年到1951年是美国占领时期 嗯 就是 被强迫进行民主改革 然后天皇在1946年 宣布他并不是神 只是这个一个 叫什么 结束了 他指了一个普通的人 结束了那个 嗯 国家的天皇崇拜 和这个 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1947年就是和平宪法 阿提克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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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里面就是 或者叫第九条 那就是 就什么 放弃组建自己的军队 所以他只有国民自卫队 他叫国民 所以他并不是军队 那就是 1952年 啊就是 安全条约 日美安全条约 或者日美什么 不知道 日美保障条约 或者什么 反正他的 德语翻译就是 美日安全条约 然后1954年 构建了自己的防卫系统 防卫力量 然后55年体制 形成了两大两党系统 就LTB就是自由民主党的独占地位 就从1955年就开始了 然后就还有这个SPG 就是Socianist 日本社会主义党 有意思 也受共匪毛贼的影响吧 OK 1966年就更改了安全条约 尽管他们国内民众很多反对 就是民众不愿意日本再涉及战争 不愿意让他再改 再改变这个 叫什么 在被美国侵占 在被美国占领 因为也发生了这个美军强奸事件 军队一般来说 除了少数国家 实际上大多国家 军队里面的人素质都是很低的 有些国家 有些国家 他说你考上大学 有些国家为他提高这个军队素质 他说你考上大学 在大学 进大学之前必须当两万兵 这些学生的素质 这些部队 士兵的素质相对高很多 但是像美国这些很多就是 就跟中国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当民的就是什么素质 在美国也可以参照 1950年代 有十大教条 我看一下有十大教条 有十大主义 有十大主义 吉田 吉田主义 OK 当年他们的首相好像和中国建交了 就是他 对 1972年他们就是跟中国建交了 搞好关系 吉田主义就是什么呢 就是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 然后军事上由美国进行保护 然后1985年的叫什么 宫殿协约 或者宫殿条约 是什么 我看一看 帕拉 操 操 阿布库 呢 这个并没有 他干脆就没有 广场协议 不知道 哦 这个美国美元贬值 然后 上升 然后 这个 简单的 叫什么 简单的技术 日本都把它 都从美国搞到他们国家去了 然后他们在这个 又 输出简单技术的到东南亚国家 然后在那边建立公司 嗯 然后1987年到1991年 Buber经济 我看一下 Buber经济 是什么 泡沫经济 不好意思 原来这是 英语 然后日本也泡沫经济 因为房地产好像是什么 导致的 啊 投机 因为 对 就是因为这个不动产 投机 导致的 导致的 这个 泡沫经济爆发 破例 然后就是 从1990年开始 就是 日本慢慢就 它的这个 集权主义就慢慢的被 被削弱了 被转变了 那就是 通过参加维和行动啊 维和世界和平的行动啊 维和部队的行动啊 就加上自己的 就 曲线吧 1993年就接受到上面说的 55年 嗯 系统 55年政治体制 1993年 1994年 呃 有反对派组成了政府 就是 这是 这个大家可能还 也看到过 有时候 网上或者是什么 文章有提起过 就是 七个党派组成了一个执政联盟 好容易战胜了 这个自由民主党 但是有种很少见的 当然 前面我说的那个55年 系统 就是 就是指这个 自由民主党 独占统治地位的 2009年 嗯 德摩克拉提斯 派太 那是日本民主党 而不是自由党 这个我有印象 你讲 大家看 他们是赢得了这个下院的选举 赢得了下院的多数票 然后就是 就是 19 2012年12月 然后这个自由民主党 他们又 取得了胜利 然后他这个 叫什么 嗯 政府系统的政治体系 一个就是 介绍宪法 然后 行政法 然后 立法权 行政权 立法权 还有司法权 然后就行政管理 然后就是 嗯 目前的 叫什么 发展 发展状况 他们1889年 现在用还是1889年的宪法 大家可以想到吧 大家肯定是 用了1945年 日本1945年以后有了新宪法 因为美国强迫他们进行民主制嘛 民主改革 但是没有 嗯 但是他们就是 1946年 嗯 19 嗯 嗯 嗯 民治宪法 是最大的宪法 然后1946年3 11月3日 嗯 嗯 他们进行 他们 由他们 第一个进行民主选 第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议会 和 天皇一起 公布的 颁布的 就是把那个民治宪法改了 哦 对 他们这个宪法是 从 呃 由日本自己先起草 然后就是 由这个 呃 根据 赵超美国宪法 或者是 那叫什么 参照美国宪法 基本上就是 完全参照美国宪法 进行的一些 呃 嗯 然后由 占领的美国人进行的 呃 叫什么 同意授权的 啊 就是他们的目标 一个就是 呃 防止日本战后再次发生 嗯 那种侵略战争 第二个就是 进行民主化 所以他不仅仅为了 进行民主化 然后他的宪法的 他的宪法的 他的宪法的 尽头 他的宪法的 是 叫原则 这么怪异的 两个屏幕 就有些 把他移一下 是不是好些 看起来好些 对 一个就是 人权和公民权 然后就是 普遍的和秘密选举 就不像 很多国家的选举 就是 你必须每个人 公开的 在中国选举就没保障 个人 坐在个人的位置上 自己写 谁都可以看到 天皇仍旧是国家首脑 但是只有这个 代表 只有代表国家的 这个权利的 就是他 只是国家代表 象征吧 就是他是 代表签订国际条约啊 代表签字 他并没有实权 那他这个宪法第九章第二条是怎么写的 日本民众 放弃在所有时间内 在任何时间下 放弃 放弃 战争的主权 然后放弃发展军事权力 作为一个 放弃这个军事手段 或者军事力量 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 就是不以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 然后就是行政权 行政权他有1946年的 叫什么 权力分立原则 然后就是 他们也是三权分立原则 嗯 就是行政权有首相领导 然后这个内阁和议会他们是同等地位 就是在在在权力排列上是并列的 然后就是他不像美国美国总统是代表行政权 在日本是内阁也不是首相也不是天皇就是内阁内阁就是集体领导 就是整个内阁 然后这个上院和下院的议员可以被选举为总理 这就有意思在在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但是德国也一样 默克尔同时还是国会议员 然后就是议会是民主 或者叫议会主义 然后就是这个议会里面的 议院里面的最强的党派的首领或者主席 可以被选为首相 然后就是这个机制或者这个规定就是导致这个首相是有议会产生的 然后并对议会负责 然后下面就是立法权 我看一共多少页 OK 多少分钟 现在半个小时 我还可以讲15分钟 现在讲了将近一半 可以 然后就是 他们议会是国家最高机关 有点像中国所说的最高权力机关 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就是有议法权 只有议会有议法权 然后在这个明治时期啊 就以英国为样板 他们就已经在这个上一下议院里面就是 就成了上下议院 当然权力还是在当时的天皇手上 或者是军队手上 然后去如同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的是下议院有480个座位 然后就是每4年一次进行普选 也普选在国内经常提 其实很多人也不明白它具体意思 普选就是普遍的选举 所有的成年公民都有选举权 就不是有少数党呐 或者是什么某些什么 或者是只有男人呢 或者只有白人呢 或者是只有有产者呀 资产达到什么2000美元以上的 或者是有些人才选举 这就不是普选 然后上院是242名成员 然后一半成员是三年一选 就跟美国一样相似 美国是每年三分之一 每两年 什么 每两年三分之一 然后六年一任期 他这是六年一任期 每三年选一半 这个就是 2016年进行那一次普选 然后他这个两院上院和下院 都有都可以提起立法草案 提起立法建议 让上院或者下院 我要就某一个问题提起立法 嗯 然后两院都同意了 才能正式颁布为法律 然后这上下两院的权限 他们的就是什么叫什么 权限区别啊 就是权限分工啊 或者不同啊 还有哪些 一个是 那如果上院和下院同时提出某一个 叫什么首相人选的时候 就是只有下院的才能被接受 这就是下院更多代表民众啊 这个也跟美国的众议院有些相似 然后这个国际条约啊 国际公约啊 只有下院才有权利 叫什么 确认 批准 那如果下院提的法案 法律建议或者是法律草案 法律草案被上院拒绝了 下院可以再以三分之二多数票 通过让其成为法律 正式成为法律 那就是司法系统 然后最高的法院 最高法院是 最高 名字就叫最高法院 然后就是最高的 叫什么法官 叫什么法官 或者是法官主席 是由天皇任命 当然只是象征性的 天皇没有权力想选谁就选谁的 然后另外有14个法官 就是这个最高法院里面的 然后由这个内阁进行任命 就不是由首相一个人 他们内阁是一个权力主体 然后他们的任务 然后就是 叫什么 检验法律 叫检验或者叫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吧 不知道中文意思 是想不想中央什么 检验法律和条例 也中国 中国人都知道 这中国的法律分这个 一个分法律 一个分法规 法律就是由 形式上由人大通过的 然后法律就是由政府制定的 然后就是 还有这个 法律和法规 司法合乎宪法 司法违宪 他也肩负这个 宪法法院的责任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们权力架务图 最上面就是天黄 这个太阳 我还在看这 反正看他们先 这是最高法院 然后就是首相 Minister President 就是内阁 然后就是各首相 各部长 就是各相 外相啊 什么内部 什么什么相啊 然后就是下院 然后上院 合起来是议院 议会 这是美国的宪法系统 宪法规定的 然后这是下院 是每四年一选 然后就是 这个是上院 每六年一选 然后我看看下院还有 哦 那有意思啊 他们这个下院的选举 他也不是480个人 他只有300个人是直选 然后180人是名单 名单选举 这就是比例代表制 这样就综合了这个 英美的选举制度和这个 德国的选举制度 或者是这个 德国其实也有一部分直选 比例时的选举系统 就是比例代表制和这个直选 混合的制度 然后选民就是所有的 有选举权的选民 都可以参选 然后就是国家管理 就是前面提到过 他有47个是行政区 然后他下面有分这47个行政区 下面有分大城市 小城市 还有社区 还有什么 就是 相当于我们国内的 县 不叫县 叫乡镇 然后 就相当于我们的 村委会 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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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级别 然后他最下面的居委会 村委会 这一层级 他们就是有自己的 独立的被选举出来的政府 和这个政府首长 他们实际上不叫 菲尔瓦同的社区 就是行政 行政长官 他们是自治权 跟德国的相似 或者是远离师 这最下级的是 中国的法律也这样 村民和居民委员会 都可以选举自己的委员会 实际上都有他们 没有自己的自治权 然后选举市长 城市的管理人员 或者是社区的管理人员 或者是居委会的管理人员 都是通过选举的 他没说只选还是坚决选举 他们就学了这个二战以后的美国的政治系统 就是战前的他们就不是这样的 战前的他们是由这个 由这个次城市系统任命的 就像这些什么 国家公务员呢 还有这个议员呢 都不是选举的 次城市系统就像当年的军方 他们掌握了实权 然后就是主权组织形势 一个就是国家层面的 第二个就是prefecturalum 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翻译 我翻译一下 就是前面说的47个行政区 就是那个行政区层面的 但我不知道这个具体中文应该怎么说 啊 幕府 有意思啊 像中国的什么地位 地区 社区 社区层级的 就一个是国家层级的 一个就是地区层级的 一个就是社区层级的 就是由政府的 呃 叫什么 有有有国家呢 进行管管理的政府 三个层面 然后下面呢就是 呃 大城市 市 然后就是小城市 他这个大城市日文 已经发音就是市 跟中文一样she 然后这又是小城市 是术 不知道为什么叫术 sho 是 是 术 虚 可能是虚 现在古汉语的虚 然后就村 村他的日语发音是松 松 s-o-n 松 我就是古汉语 从古汉语引过去的 这下面就是三个层级 另外小三个层级 但是前面像前面说过的 他们这个呃 叫什么 社区 社区 社区层级是自治的 那就是 现时代的发展 就是转变 大家都知道 一个就是 呃 下一院的选举 这是上 2012年10月16日的选举状况 嗯 就是 自由民主党大失败 然后 安倍 就是 当前就是进行 叫什么 统治政府 或者叫什么 引导政府 嗯 他从2006年 2007年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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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权力了 有这么久了吗 ok 然后他在 2002年 被选为总理以后 他就 取消了这个2009年 产生的那个 反对党们 组织的政府 就DGP 嗯 日本民主党 嗯 然后 社会的自由民主党 有294个座位 然后他的那个 他的 他的 联合执政的联盟 执政联盟 就是 Komaito 查一下 Komaito国内怎么翻译的 公民党 OK 原来听起来 原来像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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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叫什么 红帮 他们占了这个 下院 48个 480个席位 中的325个 就占了多数 嗯 上院 就是自由民主党和他的那个 打党 就是Komaito公民党 他们就是 在2013年7月21日的 部分选举中 就是我们前面说 他们 议员任期是六年 然后每三年选一半 在这个选一半的这个选区 选期中 他们从242个座位中 占据到134个 就是也是多数了 嗯 就是 其中 114个座位是 自由民主党 另外20个座位是公民党 然后 反对派 或者叫 在野党 就是 最大的反对党是 就是 日本民主党 就是 Democratic Party 就是 Democratic Party 然后另外有其他的反对党 就是 日本 叫什么 这个可能叫改革党吧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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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恢复党 有意思啊 嗯 是不是味道 日本光复党 日本复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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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的党 Your Party 然后还有 日本共产党 嘿 还有日本社会民主党 共产党 出名声 竟然还在日本存在 看看多少分钟呢 我们可以今天 40 快45分钟 差几秒钟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吧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个下面这 提出来 我可以进行回答 有 有 参与讨论的 现在这里 留言 然后 旁边的右边 直播框 右边的 top chat top chat 可以留言 然后我们可以讨论 可以进行一些政治制度方面 或者法律制度方面的一些解答 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 就抱歉 这些材料 我都没有翻译 就是直接 直接讲的 而且我每天都睡得很晚 睡得很少 有时翻译就 而且这是2015年 就三年了 所以就有些资料 我得重新 在脑子里面转一转 想一想 甚至有些人还要查一查 很多名称 我学的时候 我并不需要翻译点中文 因为考试也不是中文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进什么日本复兴的 这些中文名字 所以就 让大家能够理解 在这等一会儿 如果没有 没有人提问的话 就下线了 等一会儿还要教功夫 然后我来看一下 他们有没有给我发消息 有没有什么意外情况 我这是生病的 哎 我发现德国人在天津变化的 很生病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因为知识分子居多 很少锻炼 经常教授啊 或者助教啊 病的 不过这样也好 其实学法律 基本上不用去听课 自学就行 只要有那个自学性 能够自己管制自己 有些人 叫法语 德语 叫法语 德语 叫自我原子 嗯 大家可以就是啊 自己私下来也可以跟大家 跟朋友们进行一些讨论 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 然后自己设计 中国 应该 怎么样 建立一个 能保障 所有群体的 一个政治制度 包括工会啊 各个方面 一些细则 当然 你像这个 什么言论自由啊 集会自由啊 这些 就是类似的 法国的知识 法律 我倒是并不太喜欢 并不太喜欢 他是很多照搬那个 古罗马时期 然后又 当然古罗马时期 相对是 叫什么 自由时期 人类远古的 自由时代呢 还好 那他们自这个 毕斯麦颁布新法 那以后啊 就是有很多 集权化的 政府全省过大 管得过细的问题 这也是个大问题 我们要在 吸取美国 很多先进制度的地方 我们也 吸取一些 德国的管理制度 但不能照搬德国的 美国的制度 更有这个活力 但是他们对这个 少数群体 保护的不够 不说少数群体 黑人在美国 占很大的数量 但是美国黑人的 权力并没有受到保障 政府也没有给他们 提供充分的发展机遇 像德国就很好的 任何人 都上学不要钱 外国人都在这边 上大学都不要钱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 所以这个 就 给他们国家提供了很多 劳动力 特别是这个 技术行业 美国在这个 工业方面 很发 德国 为什么很发达 他们就是 德国更多是一个 匠人国家 技工国家 那就是 所以就是 在创新上 虽然比不上美国 但他在这个工业上 他们就需要大量人才 很多中国人 还有这个中东人 在这边都学什么 电工 电器 工技术 工业技术 工业技术 各方面 要么就是到德国企业 德国住 中国或者是别国的企业工作 但是中国人更愿意在国内的住 在住中国的德国企业工作 因为他们 在国内被洗脑教育 或者是他本来出生的家庭 就是共费家庭 他无法实现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他在里面生活的无所实从 反而回国他觉得更好 可以享受他们的特权 可以处处凌驾于人民之上 在里面他可能就觉得自己 是要什么 自己加别人的欲望得到满足 当然如果大家还年轻 或者自己的孩子 我建议一定要送到国外读书 最好是美国 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民主自由思想的 从小培养的孩子民主自由思想 以免他将来出国了 处处无所适从 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留言 估计是国内 也不知道我查一下现在国内的气温 就不查北京也不查海南了 查一下武汉在中间 气温 天气 六度这么冷的 难怪的 这个互联网发达 大家可能你想想 因为我们出生的晚 我们年轻 所以觉得理所当然的 你想想你的祖父母 就没有 别说那时候电视就少 就没有电脑 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个奇迹 你看我 给我父亲打电话 他说 哎呀我们这个天气怎么怎么样 我说我知道 我打电话之前 我看了 你在那得我那么远 你还能看到啊 我在网上什么都能看到 比在电视上看的 还来的快 还准确 还及时 所以就是我们处在好时代 不要让你的人生 被共产党糟蹋了 你离现代文明太远了 中国人 被隔绝于世界之外 世界文明之外 所以不能辜负这个好时光 昏昏的 像被圆养的猪一样的呃呃呆着 ok有一个不能有一个住院的 这德国很多心理疾病的人 呃文化造识德国人普遍比较冷漠 所以就大家都很有这个心理疾病 不像西班牙人不像开放 平时就互相呃勾肩搭位的 德国人一般的不这样有什么事也不跟别人说 所以很多人这有一个去这个医院去看这个心理医生呢 要进行心理治疗所以不能来 那其他人还没有没有说不能来 那等一会我们就开始 心理疾病了53分钟的 我们今天讲了日本的上部分 然后还有看看一共77页 今天讲了43页了 我还有这个30多页了 看看下面的内容复不复杂 有些什么东西我看看 啊下面就是各个党派的介绍 然后就是外交 这个外交比较重要 嗯 嗯 就是专门提到日本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这个应该也很重要 大家就给 后面的更复杂一些 所以可能花的时间更多一些 那今天 这个时间分配还挺好 下个星期我们就剩下的后面一步 然后那就先就 今天就这样了 祝大家在家里过一个温暖的周末 或者你愿意做的运动当然更好 滑滑雪啊 或者是在外面运动运动 跑跑步啊 或者是练练内家拳啊 练练气功啊 祝大家身体好 心情愉快 拜拜